以往鼓舞哈旧以山底的 我們住民的新婚 今年議會感動 將對這次 東京俄文 有19%的我們住民選手發更發折 也讓他相當感慨 剛好希望社會了解 我們住民不是生天 得到運動的挑戰英雄 是需要不斷在部的訓練 也是透過的體育 和世界的環境台灣最好的選團 所以進一步要求企護 專利在部的台南在地優秀選手 當時檢測省外照顧 跟30歲以後的就業不中 體育人才培訓 我們該怎麼去做 甚至是我們在地方政府 我們該怎麼去重視 這些優秀人才的培育 當然冬奧我們就更加的重視 這個體育人才的培訓 但是我期望的是說 不要因為一股熱 我們今天看到冬奧 哎呀好多那個優秀的選手 今天真的是 今年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 然後呢又看到這個當中 又有很多原住民的選手 我們又更加的驕傲了 但是不要因為冬奧這一陣子火熱 時間過了之後大家又淡忘了 繼續培育更多優秀的舉重選手 牛道選手 跆拳道選手 還有什麼鐵餅選手 你講的對 國務議員其實 我們要把選手留下來就要花資源了 所以市長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擇幾項 台南市比較強項 有機會有未來過去一項也表現很好的 項目能夠發揚光大 那重點培訓 重點的選手 在北的在地優秀的挑釁在 真正不是俄文這段機関 頭上稍稍沒要求靈靈 尤其那種自民的家境一般都比較困難 那要在北的需要加北的到底 原表是雖然不一定 每一位都能站上俄文的舞台 不過希望政府跟民間合作 可以當萬人敢說願意投資 戴內心報恩 顧恩吉這樣說為蔡侯博特 我們該怎麼可以重視這一些優秀人才的培育 感谢观看